磁性的显化练习 你可以用这个练习 学会如何用能量以及磁力 创造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也可以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也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物品 可能是一笔钱 或者是更重要的是 你所想要的本质 在做这个练习前 你所需要的准备是 选一个你想要的东西 而且重点是你在心态上 你要相信自己有得到它的可能 用正面的观点来想 心里也要有拥有的打算 对于这个东西它所能带给你的最高的品质 你要尽可能的明确 具体 也就是 你得到这个东西之后 你内在真正会有的感受是什么 这才是在显化的时候 这才是在显化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的感觉 当你在词化的时候 去显化 去显化 去扩难的想象 看看你能不能要求的更多 如果你不知道那具体的形式是什么 你也可以用代表它的象征 对象征 的图像 的想象 来加以词化 开发你的吸引力 现在花一点时间 想想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可以的话 透过我们之前的一些课程 去了解 这个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社会价值观 所灌输给你的东西 现在请你找一个地方 你可以有几分钟 不被干扰的放松的时间 好好的放松你自己 放松你的全身 从头 肩膀 放松到手指头的末端 放松你的胸膛 胃部 臀部 一直到 大腿膝盖 以及你的脚掌 都放松了 在这个练习中 你要记得 你内在的感受 它是你所散发的词力 是这整个练习中最重要的 在这个练习的待会 我们会使用一种线圈的图像 这个线圈的图像 纯粹是因为 它对人们获得磁力的感觉 比较有一般的联想 跟有帮助 效果也最好 一旦你可以达到这种 磁力感受的状态 在未来 你就可以随意地去使用 任何有助于你 重建这个感觉的图像 或者思想 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会运用到你的想象力 所以它不会有 做对了 或者是 做错了的问题 一切随性放松就好 在你磁化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运用上 你更多自己的创造 跟发明的能力 同时去玩一玩 自己的感受 去玩一玩 你内在想象的 这个图像 那么带来结果 将会是最好的 现在我们即将 进入这个练习 显化你所要的 现在第一步骤 选好一个 你所要显化 运用磁力 磁化去吸引的东西 如果可以 对它的细节 要尽量地明确 具体 包括它的所有功能 所有特质 运用内在视觉 能看到的 质地 颜色 运用你的内在听觉 跟触觉 能够感觉到的 它的触感 去感受一下 在你心里去 想象它的时候 拥有它的时候 你内在的感觉是什么 那是你想要的一些 内在的品质 现在 静静地去感觉 跟想象 你所要的那个事物 尽可能将这个画面 想得非常地真实 去创造一个画面 就是你已经收到 它的整个画面 让自己 完完全全地去融入 拥有这个事物的 美好感觉中 做一个深深的深呼吸 然后慢慢地吐气 专注在你的想象中 去练习 增加你想象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办法 在脑海中 看见你自己 所要的东西的样子 没有关系 尽可能鲜活地 想象自己 得到它的时候 会有的感受就好 或者是 你挑一个能代表 它的象征 就用那个象征的 图像来运作 它可能是一团能量 一团光 或者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是你感觉到就好 每当你词画 吸引你想要 你所选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相同的画面 或者是内在的象征 记得 这个练习就像游戏一样 没有任何的对或错 而是 关注我们内在的感受 好 现在想象里内在 有一个能够产生 能量的力量来源 总是想象 一个线圈 一圈一圈的绕 从你体内 腹部 太阳神经 从附近的区域开始 向外 向上 扩展出去 现在开始 将那个力量的来源 导入到线圈里面 让你内在所产生的能量 在线圈中不断的循环 有人认为 那个力量的来源 是来自于 他们的大我或灵魂 或是来自于一个 可能被称之为 宇宙之星 神 或一切万有的 更高力量 任何时候 只要你感觉对了 你都可以使用 这个来源的力量 也能以任何 你感到自在的方向 来旋转整个线圈 花一点时间 感受这个线圈 以及你内在 产生的能量 围绕了这个线圈 你认为 你需要多大的线圈 才能吸引你所想要的呢 当你想着你自己所要的事物 必加以雌化显化的时候 你需要多大的线圈 就想象那个线圈有多大 现在想象一下这个线圈 它所需要的大小 为了吸引你所想要的事物 它需要涵盖你整个身体呢 或是更大一些呢 或者其实只需要小小的 不同的形状 开始吸引你所想要的 就如同磁铁 将铁吸引过来一样 现在 持续维持你的深呼吸 以放松的状态 当你决定要吸引你所要的事物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 要把吸引来的东西 带到你自己能量的 哪一个部位 哪一个地方 试试看 将你想要吸引你的事物 带到你身体内 某个特别的部位 你可以去想象中你的心 从你的喉咙 或者是你的头部 伸出一根线 这根线连上你所想要的事物 透过你内在的线圈 跟能量 将它拉过来 也或许你会想要 想象这个东西 直接来到你的手上 或者是想象将它散步全身 让你感觉到 更舒服 比方说 一大笔的钱 可能影响 你的人生的许多区域 所以当你想要吸引的是 这笔金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将它散步在 全身以及你的周围 而不只是把它放在 某个特定的部位 现在 你建立好你的线圈跟力量 你也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在真正拥有这个东西之前 你需要问自己 需要先发生什么事情 在真正拥有这个东西之前 有一些步骤需要先被采取 有一些事件需要先发生 这是显化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 帮助你得到你所想要的 可以在想象中 你能够控制哪些步骤 以及事件发生的速度 是一天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或者五十件事情 把你的频率 内在的状态 维持在你得到了 维持在你想象的能量 跟线圈当中 在这个感觉当中 问你自己 这样的一个能量当中 会包含多少的事件 以及多少的步骤 以及怎么样的速度 直到你感觉 整个速度的频率都对了 那就对了 因为如果你太快吸引来 某些东西 或是一笔金钱 可能会产生压力 或感到紧绷 所以透过刚刚的练习 你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改变的速率 现在观察你的姿势 跟呼吸 注意 只要稍微去调整你的姿势 以及呼吸 你可能就能增进 这个显化 以及磁力的感觉 好 现在持续地 把能量导入到你的磁力线圈中 直到你觉得能量 达到最充沛的那一点 你会有一种感觉对的感觉 或者是有能量饱和之后的停顿 甚至是开始消退的感觉 你内心会感受到一份确定感 很笃定地知道自己能够 得到所吸引的事物 当你获得这份确定感的时候 也就是你停止去吸引它的时候了 你会去注意到整个能量的感觉 从它的开始 到巅峰 以及它消退的整个过程 让自己用舒服的状态 跟能量 去显化 去吸引你所想要的事物 让它是轻松的 顺流的 如果这个练习中的过程 或是你吸引事物的过程 变成一种挣扎 压力 不舒服的感觉 或有阻碍 就先暂停停下来 你要去做的是去探索 多少的能量 就可以吸引到 你所想要的 多少能量是最适当的 现在深呼吸 深深地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想向你连接到你内在 想向你连接到你的大我 问问你的大我 我们需要多久运作一次 才能吸引来 自己所要的东西呢 好 我们即将结束这个练习 吸引来深深地吸一口气 吐气的时候 慢慢离开 你内在的这个想象的意识 回到你的日常状态 很缓慢地 把觉知放在你的身体全身 伸展着你的身体 慢慢地睁开你的眼睛 在未来的几天时间中 你要去注意到 你自己是否有任何关于 你所想象的这个 你所要的东西 或者是 你也没有发现 一些灵感 出现一些征兆 想到一些洞察跟想法 来帮助你得到 你所想要的东西 每一次做这个练习 你可以做得长 你可以做得短 你可以用很大的能量 你可以用很小的能量 不管是如何 重点在于 你觉得够了 你觉得舒适就好 而无论你所期待的 你想要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宇宙会给你 比你想象中 更不一样的事物 而且 并不是你 完全期待的方式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重点是保持弹性 专注在你内在 真正要的本质 祝福你 显化你所想要的事物 散发你的内在的磁力 如果这个练习对你有帮助 欢迎订阅 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收到更多的 影响引导跟成长秘诀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 也欢迎从我们影片下方 描述跟咨询卡 参加我们的免费的 线上的锻炼课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